最近我国频频传出部长级人物违反隔离令引起人民踏伐 尤其之前从土耳其回国之后没有遵守隔离令的原产业部长凯鲁丁 他直到现在都还有人抱怨 为什么政府没有对凯鲁丁采取法律行动呢 为了平息民怨 前首相纳吉在面子书贴文就建议政府提控凯鲁丁 他解释提控凯鲁丁不是要批判一党 而是为了平息人民的愤怒 也可以停止西蒙的道德攻击 纳吉还举例 他说林吉祥针对凯鲁丁这个课题呢 写了十几个贴文 他都看得厌倦了 那纳吉也不忘讽刺林吉祥 要求对方批评同样违反隔离令的雪珠大臣阿米鲁丁 原本应该居家隔离的阿米鲁丁 早前是意味着要处理水源污染的问题 而被迫提早出关 违反了隔离令 尽管他已经公开道歉 不过还是引发不少争议 而警方今天也针对这件事做出回应 雪珠大臣阿米鲁丁 早前为了处理水源污染的问题 而违反隔离令 跨州到森米兰视察情况 引发争议 那今天全国副总警长阿克里沙尼 出席活动时表示 警方目前还没有接获相关投报 如果有必要将展开调查 另外针对原产业部长凯鲁丁 从土耳其回国之后 没有遵守隔离令一事 阿克里沙尼证实 警方已经根据总检察署的要求 进一步完善调查报告之后 再重新提交 而警方目前就只能等待 总检察署的指示 才能定夺下一步行动